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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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收看今集的Player Studio 我是YT 今天是重陽節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會有空 無緣無故去燈高 大家可以透過重陽節日假期 如果沒什麼可以做的話 可以看我的Player Studio 今集的內容 今集跟大家開箱 開箱 開卡 開什麼呢 看到桌面有兩盒的Degimon 這個Booster Pack 今集已經開箱了 開這個Degimon 開的不是頭兩彈 BT01和02 今集開的是全新一彈的Degimon 就是這一盒 嘩 背景都轉賣 就是這一盒Degimon BT03的這盒Booster Pack 今集可以在這個假期內 看看我會不會中伏 大家都知道 向來我都在開箱方面 有時候都比較臭手 當然也有時候會有歐洲的情況 好像我昨天那集 拍這個Carmen Light Carmen Rising 突然中了一張最高A的時王 真的非常厲害 今集大家可以看看 我今集是歐洲人 還是非洲人 飛到出執 那隻 今集這一盒 一盒112種 跟上兩彈一樣 都是差不多的種類 上一彈 第一彈是115種 第二彈是112種 跟今集這一彈的數量一樣 總類都是112種左右 一盒24包 每一包6張卡 收錄 今集這一盒裡面 封面 其實今集非常吸引的地方 除了收錄了數碼夢第二彈 的V仔獸系列之外 還有今集Degimon V重製版 這個Degimon 重製版 裡面新加入的兩個character 這個 阿古獸和家暴獸的新的究極方形態 連同一個 奧米加獸的新形態 這次 據我所知奧米加獸的異畫 將會是這一彈裡面 最貴最貴最貴的 一張secret的異畫 好像外面現在 暫時賣了八塊一張 都相當之厲害 所以今集跟大家開這盒 好了 我不說太多了 我都知道大家心急的 開盒吧 OK 可以現在 已經解開了盒 直接 顯示給大家看看 這次呢 上兩彈 開這盒 就會送人物卡的 一些異畫圖 這次呢 送的 就是封面的這六張 Degimon的異畫圖 其實都可以在 製錄的 多數是R字 這次 將會 收錄這六款 以一個閃卡的形式去出 RAR也一樣 都是R字 只不過又變成閃卡 這次呢 看看會不會 開中這張黑暴龍獸 這張黑暴龍獸 我本來很想開中它 或者加露露獸也可以 都不錯 好 開了這一包 看看 這次說明 因為 SOLO的卡 有這個 送下暴龍獸 所以 會看到 一張黑的 機械暴龍獸 出現在這一盒 好 看一看 看最後 嘩 不錯 加露露獸 不錯不錯 一張 黑色的 加露露獸 這次 加露露獸 上彈是紫色 再上彈是藍色 這次呢 屬於黑色的勢力 好 開完這張 這張 叫做 POMO pack 閃版的 Degimon 卡 現在 入晶體 好 開了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中到 這個 戰鬥 不是 這個 奧米加獸 它那個 新版的 耳環 來了 開了 玩口未完 一開波就說會中這個 黑戰鬥暴龍獸 黑機械暴龍獸 的一張 黑機械暴龍獸 大家看看 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黑機械暴龍獸 當然它也是 改名叫做金屬暴龍獸 那名字是沒有變的 好 繼續 唯有 加快速度 所以 中到SR的時候 我才會 再說 現在 加速了 唯 唯 出了出了出了 這張 Degimon 就是 這一隻 新的暴龍獸 亞古獸 究極進化版本的暴龍獸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屬性是 紅色和黑色的屬性 讓這個 紅的戰鬥暴龍獸 和黑的戰鬥暴龍獸 再疊上它的進化體 那就是 究極體 至於名字方面 我不太記得 始終是TV版未出 傳聞就說 這一張暴龍獸 和加魯魯獸 那兩張 角力體 將會是 TV版裡面 所推出的 兩隻新的Degimon 加上 這個 奧米加獸 的After S 這隻 都是 會是動畫版裡面 所推出的 所以 接下來動畫版 即是重製版 第一代的宋漢王 究竟 動畫的劇情走向 又會怎樣呢? 有什麼新的 數碼暴龍會推出呢? 即是看看 那條線的進化線 又會怎樣呢? 好令人期待 好 不說太多 繼續 這張是什麼來的呢? 看一看 哦 這張就是 加暴獸的另一個 究極體進化 又是 鋼鐵加露露 應該在某程度上 應該在另一隻 因為 這次是 紅和黑色的 紅和黑色 因為 接下來 新的 加露露獸 是 黑色為主 黑的 所以 黑色和紅色 好可愛 這次 看不到 新的角力體 已經是雙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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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好 已經出了一張secret 這次出了一張SR 一張異畫的SR 這一隻 我已經忘記了名字 但是呢 是管弧獸究極體的 那一隻 Degimon 12COS 黃Dead來的 這次他的異畫 SR的異畫 全部都是一張 金底那款 其實我覺得金底是很帥的 起碼我覺得他比上一旦 第二旦的那些secret版 SR的secret版 因為出了這張異畫 應該就 那張奧米加獸的異畫 應該出不到了 唉 一箱只有一款 一張 所以比較難出 好 繼續吧 嘩 唉呀 今次呢 這次中了 就是這隻 綠色的 這張綠色的 這隻叫什麼 我忘記了名字 唉 其實呢 我真的不太記得Degimon的名字 因為太多款了 你記不到 沒辦法記到這麼多隻 這張綠色的 12COS 究極體的Degimon 那 那 其實這隻真的不吸引 我本身 我真的不太吸引 這次的綠色 OK 暫時呢 出了 起碼 好像沒有記錯 三隻的SR 還有一張二畫 好像是 那 應該剩下最後一張 就沒有了 這次我希望 其實呢 我本身呢 我今次組的 就是藍爹來的 組的V仔獸系列的卡組 那 希望中到 帝王龍甲素 龍型泰的 這隻SR 好 好 最後一包 應該好像還差一張 是不是還差一張SR還沒出呢 開了這包就知道了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是不是 好像4SR 咦 不是 出來了 應該是 4張SR 出來了 連上二畫四款 好 現在讓大家看看 這次中的幾張 中的卡 首先 先看看SR 先看看第一張二畫 先看看第一張二畫 現在 我上網 找了一些資料 說一說 這次中卡 即是這張 爹戰亡的名字 首先 SR這張 這個 光屬性 這個黃色屬性 這個 施雷普獸 古虎獸的 究極體數碼獸 這張 黃色來說 應該都很厲害 因為 它是安防攻擊減二的 系統 消滅的時候 又可以選擇對手 一隻爹戰亡 選萬一 對著D 又是萬一攻擊力的爹戰亡 直接被消滅的時候 可以直接消對面 一隻爹戰亡 DP萬一 又可以攬炒一張卡 我看網上有人應該收緊 黃色爹的一些舊卡 去砌這副黃爹來玩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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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炎月加魯魯獸 是不是呢 這個可能要 讓觀眾朋友 糾一糾正我這個 什麼月加魯魯獸 這個 頭一個字 我的讀法對不對 好 黑色的卡組 主要特徵都是在啟動為主的 也有一個華進化時對手的數碼獸 每有一體 每一隻 把自己卡做最上一張公開 可以不用支付費用 的情況之下 把其中一隻黑色或紅色的 Lv5以下的數碼獸登場 除了再起動之外 也都可以 不用被科斯的情況下 直接跳一隻Lv5以下的爹戰亡 還要是黑色或紅色都可以 黑的紅色都可以 很強的一隻 一隻數碼獸 不錯 好 然後旁邊這張紅色的爹戰亡 就是這個亞古獸救盡的 一個形狀 變光暴龍獸 這隻 有貫通效果 進化的時候 對手一看的爹戰亡 退化2 咦 紅黑的效果都包含在裡面 包括貫通和退化 其實很厲害 又可以退化又可以玩貫通 不錯 好 之後是綠色的這一隻 核碎獅獸 吸收進化減3 可以把自己的數碼獸進化為手牌 就是這張卡 可以通過自己的數碼獸優眠狀態 來退化費用減3使用 我會覺得綠色的爹 如果以吸收進化這件事 系統是不差的 然後一次 自己吸收進化 優眠的數碼獸 可以是對手的圖牌 不差 可以把自己吸收進化 優眠狀態的這個能力 賦予對手的爹戰亡 可以優眠狀態的對手 優眠狀態對手的爹戰亡 然後做吸收進化的素材 這個效果也不錯 其實這次的爹戰亡也不弱 雖然 因為本身真的不漂亮 所以耳畫也很便宜 真可憐 好 然後另一張 這張 就是那包 特別包 所出的 這個特點包 所出的 加魯魯獸 我看見 異名叫古魯魯獸 為什麼這麼奇怪 奇怪 安防 戰鬥結束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支付費用 登場這張卡 挺好的 又是一張 又是一張 可以靠安防的能力 而特別登場的爹戰亡 不錯不錯 節省點數目 不錯 好 這次人方面 這次主要收錄四張 包括本宮大褲 一城自然 太刀村美美 和城牧將 這次開中了太刀村美美 和本宮大褲 本宮大褲這張 這張卡 大家看到是藍色 V仔獸系列也是藍色 可以混合V龍獸 看一看能力 首先 第一個效果 基本上內存值 二以下 變三 共通的主角角色 然後登場 將自己卡組 三張卡 其中的 藍色或綠色的爹戰 加入手朴 還可以 綠爹和藍爹 這次可以混合爹 變相 不錯 太刀村美美美 有什麼效果 看一看 自己或對手 使用選項卡 可以通過這張 純獸師 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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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內存 戒一 挺有趣 紫色卡 以往 舊彈 剛出紫色卡 內存值不高 這次用這張 太刀村美美的角色 幫你增加內存值 不錯 安防 不需要支付COS登場 固有的共通效果 好 這次 先開到這裡 老實說 這次這盒 好伏 雖然 這張 二畫 很強 但整體來說 好伏 救命 真是 可以一盒復合 讓大家看了這集 我原來是一個非洲人 今天是非洲人 節日 非洲人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開多一盒 其實我也有些卡想中 例如 金彈的奧米加獸 就算不是二畫版 普通的secret 我也希望中 然後 一箱裏 一箱裏各一張 我也希望中 奧米加獸 的那一張 普通的secret版 普通的SER SEC 的RAR 當然 中到二畫的更加開心 另外 我也想中 這個 帝王龍甲獸 的SR版 這個 帝王龍甲獸 龍形態的SR版 因為 這次 綠叭 或者藍叭 應該都相當強 據我所知 但 到時 這個 綠叭 藍叭 究竟到時 在賽場上 有些什麼 展示什麼實力 好了 今集 暫時跟大家開到這裡 如果之後 我有再開箱的話 再挑戰的話 可能也會再拍片給大家看 好 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訂閱出去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 記得Follow我的IG Instagram 另外我的PayMe 阿卡已經正式開通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小弟課金給我 可以令我有更多資源 給我拍一些更加有趣的影片 或者更多主題的影片 可以給我拍的 大家記住 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